軍備競賽 在我們亞太地區 會越來越重 兩岸之間 加上日本 南韓 因為美國都需要 你這些小朋友們 你們要增加國防預算 增加國防預算裡面 很大一筆就是要買武器 你買武器你覺得可給誰買 主要是給美國 所以這個軍備競賽 會不會帶來和平 你看蔡英文上任到現在 我們國防預算其實持續在增加 可是我們的安全感有沒有增加 其實是沒有 大家認為戰爭的氣氛是越來越濃厚 雖然還有一段距離 但大家覺得可能性增加了 所以也就不要把國防預算的增加 當作國家的安全度會增加 不見得 人民的安全感會增加 不見得了 所以也就是說國家的安全 不是只有靠買武器 也不如只靠軍事 外交跟政治的手段也很重要 尤其是政治 我認為台灣不是沒有籌碼了 跟中國大陸打交道 你自己要有辦法利用你的籌碼 告訴中國大陸 就有些事情 我們雙方就要把它坦定 不要搞得劍拔弩張 馬恩就做得到 參議員應該要做得到 是不願意做 還是沒有能力做 這個我就不知道 至於所謂的無人機的問題 這個都有所謂的接戰的規則或守則 在英文就是Rawes of Engagement 就是規定你從最小 從最輕微的情況到最嚴重 遭遇到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處置他 你怎麼搞了好多天以後 還要總統出來講話 然後你才去這樣子 才用槍把它驅離 這個是不對的 總統事情管太多 這種事情 國防部長出來講 其實也就夠了 或是金門或是馬祖的指揮官 出來講也就夠了 這算是一些小事 而且早就應該要規定了 不應該這樣子 至於這個波音的問題是這樣 這次我擔心的是這樣子 反正飛機總是要買 不買空空巴士就要買波音 所以買了波音我也沒什麼話講 我現在擔心的是說 你這位Graham這個參議員 南卡來到州選出來這位參議員 你要當時你在總統前面就講 說你們要買波音 回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還講就是24架 你現在說我買16架 然後8架有選擇權 選擇權 你8架是不是最後還是買波音 是不是還是買787 或是買737 所以這個加起來就看我是24架 不管是24架 這個我告訴你 就變成說 美國的一個100位參議員裡面 其中一個 就可以讓中華民國的總統就範 這個我坦白此風是不可掌的 對 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不是只有跟中國大會講對等 要講尊嚴 我們跟任何國家都理當如此 所以南韓的總統說你佩洛西來 我可以不見你 我再休假 對不對 人家敢這樣做 所以你要講南韓 他們就比我們有氣派 比我們有氣魄 所以這個我們要注意 因為你這樣一來 養成習慣 寵壞了 所以美國這些中議員 蔡安議員不決如履的來 都是有目的了 亞利桑拉州州長就很簡單 他說來就是談半導體 你們來設廠的問題 想一想鼓勵更多的 台灣的半導體去那邊設廠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對 克萊姆的這個要求 你百依百順 完全就範 那以後來更多的參議員 更多的中議員 你怎麼辦 格萊姆再厲害 我告訴你 他就是共和黨的參議員 現在只是那是民主黨 共和黨一個參議員來 你就聽他的 那民主黨哪一個參議員 比格萊姆還更大牌的 那你是不是都趴下去了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是我是擔心 此風不可掌 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 而且來不是說來哪兒 而是來要挾你 對不對 甚至日本的議員來 都可以在外交部 主持的這個會議講 釣魚台是日本的 已經親門踏駱了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知道 因為你蔡英文政府 你就選邊站 你選的就是美國加日本 那你現在就被人家看破手腳 你就只能靠我 那你只能靠我 我就跟你宜起宜久 來的還不是最大咖的 來的每個人都可以跟你 要東要西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個不是 蔡英文他們手講 風雨故人來 你看中共對我們今年 對我們這樣 你看大家錄錄錫錄來 表示挺台灣 不是 來都有好處的 上次捷克的韋德齊來 韋德齊議長帶了99個人來 那時候就帶走我們五條生產線的口罩 對不對 我們生產線整個機器什麼全部 讓他帶走 每個人來都是有好處 我們跟立陶宛 我們也一直是給他好處 每個人都知道你現在台灣 台灣就是 現在大家可以 宜起宜求的時候 所以這些人 絕對不是什麼風雨故人來 不是 他們來的是 趁火打劫 是 來趁火打劫 他們來不是血中送炭 他們來讓我們血上加霜 對不對 每個人到最好 那我們現在有什麼選擇前 波音最簡單 為什麼現在買波音那麼敏感 因為這幾年出事都是波音 對不對 波音已經嚇壞很多人 大家講說 連Eropia那邊也出了問題 印尼也出了問題 今年的3月21號 中國大陸那一家波音 是這樣垂直下來的 是 死了121個人 現在還查不出什麼原因 是不是 所以現在波音 大家害怕就是這樣 那你今天要把國人的安全 因為民進黨要討好 一個共和黨的議員 那這個怎麼會說得過去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當蔡英文被選出來以後 他做了這些東西 其實都沒有顧到 全民的安全利益財產的安全 對不對 這些都沒有顧力到 我們最近講的 柬埔賽 老百姓的生命 到了那邊 求助無門 要找幫派大哥 要找對岸 要找正言法師 找你沒有用 所以可以看到了 這個政府已經荒江左板了 您勾起我們的回憶 當初美國的這一位議員來台灣 喊出說要台灣買波音的時候 我們的輿論是有爭議的 有評價的 認為這是不可以的 而當時蔡英文等當局們 還警告說亂寫的話 這個是謠言 謠言的話就要去處理 還有恐嚇媒體 恐嚇我們 把我們的媒體嚇了半死 結果我們的評論只能夠說推測 判斷 言 想 然後沒有證據 然後但是我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 華航會告訴我們事實是如何 果然華航告訴我們事實是怎麼樣了 華航的臨時董事會很快的就通過這個決議 華航是上市公司 你要對你的股東 對股民 對我們台灣的民眾負責任 你不能夠只是那個美國的議員來台灣叫你買 你就最後買了 你的專業考量是什麼 你專業考量為什麼選擇波音 而不是選擇空巴 然後你的考量是什麼 你有沒有比價 那問題就在你有沒有招國際標 有沒有說是兩邊那麼給你最合理標 最合理的價錢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還是要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 是不是空中巴士的價錢比較高 然後各種性價比比較差 還是說波音的性價比比較好 然後價格比較好 要跟大家講清楚 你的買採購的這個戰略策略是什麼 你要跟大家講清楚 為什麼不是長榮買 而是華航買 因為長榮是民營的公司 你政府指揮不了 那華航本身的官股占那麼大的比重 那難道沒有瓜田底下的嫌疑嗎 再用嫌疑 所以你又沒辦法告我了 我們用嫌疑 合理的推論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民進黨政府每天在威脅你 恐嚇你 然後告訴你說 你不能隨便亂講話 我們沒有亂講話 我們只是合理推測 那問題就在於 華航有責任告訴我們 你的戰略是什麼 給大家檢證 你有沒有照國際標 那個空八有沒有跟你來提出申請 我就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 為什麼 因為波音已經連續虧損四五年了 而且他沒有訂單 他虧損了四五年的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國家看到你 你的波音七三七max 有問題的時候 很多國家都停止了 中文大陸也停止了 那對於波音來說的話 連續虧損四五年都是政府在補貼 美國政府當初都在指著別人 不准補貼 可是你現在是變成美國政府 在補貼波音 好 那您提到了 波音的這一款火箭 這是第二次故障 不是第一次了 前一段時間的故障 它可以說是天候不好 其實那時候是發動機有問題 而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 也就是因為美國的這種大型的 就是我們講的大直徑的這種火箭的推進器 它的發動機比俄國的還要落後 俄國比較先進 那它過去是跟俄國買 或是那由於美俄的關係的交惡 俄國停止供應 美國所需要的這種大型 大直徑的這個發動機 那美國跟歐洲他們的太空總署 他們有合作 裡面有一位主要的參與者是法國籍的 已經參與了相當久的時間 可是這個發動機沒有那麼簡單 第一次的時候就發現發動機有問題 然後他們說是天候 OK 那就隔了 現在就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時候本來就是在 昨天要發射了 因為它九月份 就八月到九月就兩次的窗口 一次的窗口大概就一個小時 那一個就是昨天的八二九 另外一次那就是九月四號 九月四號這個窗口 因為九月二號到六號了 目前來講他們已經暫定 九月四號要發射 就這兩段時間的發射 那現在已經第一次的發射口 已經那個窗口已經關了 因為沒有發射 現在就等到九月四號 如果再沒成功 又不能發射的話 那波音本身一定會遭受到 重大的挫敗 我覺得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真的是承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在這一次的填柱的過程中 有發射 有外泄 問題就在你這麼短的時間內 能不能讓整個這麼細 複雜的系統工程能夠如期的在九月四號 能夠發射升空 這當然影響很大 但是我們看到波音 目前來講有台灣的這個訂單不無小補 可是不能夠解決它的問題 問題是來自於我們為什麼要承擔 我們為什麼要幫美國來解決它 波音的問題 而我們為什麼不能夠選擇 最符合我們利益的飛機來買 那就代表我們承受美國的壓力 而美國給我們壓力 就是政治上的壓力 我是覺得不管政府也好 華航也好 交通部也好 你講說華航完全是出於營運考量 不是政治的干擾 你講誰會信 華航從成立那天開始 就是一個為政治服務的公司好不好 他不會政治服務才比較奇怪好不好 所以講這種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講出來給人家笑而已 其實華航衛政治服務並沒有錯 我並不認為有錯 我認為最重點是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於你明明就是因為政治方面 要去買人家 可是你政府死都不要承認 然後你人家議員明明講的話 你都故意給人家消音 故意不把它翻譯出來 假裝沒發生這件事情 這才丟人 我覺得這才丟人 波音 我老講 我們現在買的是787 波音出問題的是737 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 也並不代表說 這個787一定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 如果在一般的市場 假設真的是就營運狀況來考量的話 空八同型的飛機比較便宜很多 非常多 對 價格上 人家也沒有傳出什麼安全的事故 正常的狀況下 你本來又既然已經有了 空八的相關的維修後勤設備 正常的營運考量 應該是買空八會比較划得來 理論上來講是這樣 你會去買波音 就是一個政治考量 政治考量就政治考量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胡說八道 你胡說八道 我真的懷疑有幾個人會相信 那再來呢 我覺得 華春瑩講說這個 這個都是民間自己採購的行為 跟政府無關 抱歉我覺得華春瑩 你也講得太多了 這怎麼可能是只有民間的問題 中國大陸在買飛機的時候 向來也都是政府在主導這件事情 老實講中國大陸在200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波音佔 整個中國大陸飛機六成以上 他當時幾乎都是買波音的飛機 那波音那時候為了這個大客戶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呂秀蓮想要去訪問波音公司 波音直接拒絕說你不要來 因為這會影響到我的大客戶 我怎麼會要聽你的 但問題是隨著美中之間 從過去中國大陸 甚至在拉攏美國的狀況下 後來變成美國開始把中國大陸 視為假想敵之後 中國大陸就已經開始在平衡它的市場 所以你就會看到空八溢座越來越多 所以空八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越來越蓬勃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美國一直不斷的去針對 中國大陸進行各種各樣的貿易制裁 然後你不斷的去弄人家 然後叫人家買你的飛機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本身就是邏輯上不通 更何況你的飛機出問題 你的飛機出問題 剛好就被人家騎空 那你波音自己也不爭氣 你到現在不是只有瑞蘭航空一家 其實好幾個國家 對波音737 Max的飛航許可 都還沒有出來 疑慮之在的 因為大家還是覺得 你那個做得不夠完整 我還是擔心 還要再觀察一段時間看看 所以你給人家藉口 人家剛好就這樣弄你 這非常合理 實際上包括C919在內 C919我老實講 我認為在十年八年之內 不管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都不會給他四航證 因為他們也要保護自己的公司 這是很正常 那C919大概就是 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市場 跟一些相對比較窮的 比較落後一點的國家 他買不起貴的飛機 就會去買C919 大概就是這樣 但大陸的優勢也在這裡 就是因為他自己內部市場夠大 所以他可以讓自己的市場 來扶植自己的產業 所以你看波音現在 他在國際市場遇到挫折 結果美國馬上動員了 他們三大航空公司 又買了一大堆波音的飛機 不就這樣子嗎 因為美國自己市場也夠大 所以美國也不要跟我講說 你沒有政治干預 你都是政治在干預 因為飛機這麼昂貴的東西 又是一個牽動國家 根本的產業 沒有一個政府會不干預的 我覺得會說他不干預的政府 就是騙人的政府 其實大家一直不太了解 民航客機在各國的這種 國家體系發展裡面 它佔據的角色 你要說我們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高尖端的科技 這個單位成本都非常高的 好比說核子潛艦 核子航空母艦 火箭 這些都是很高科技的 可是它是少數人在用 它不是普及的 這種所謂的最普及的 全世界都要用的 而且你只要買它 都會很高興賣給你的 那個東西最高最高端的 那個東西就叫做民航客機 所以你去注意看 所有國家對這種民航客機之保護 以及不讓別人擁有的那個能力 是請國家之力在做這個事情 舉一個例子 今天好比說有一個美國議員來這裡 他如果公開講說 我希望你去買落馬的什麼飛彈 他講這個出來 他都會覺得很慚愧 因為所有人都在講 你是不是收了他落馬了多少錢 那是一個軍火的說客 可是你去注意看 無論是這個歐盟發展波音 或是美國的波音 對不起 歐盟發展 空中巴士跟美國的波音 他們的去促銷這個東西 是國家的力量 你說議員都還算了 好幾次根本是 總統站在那裡說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那個關係的太大了 波音直接的員工 就將近15到20萬人 還有所有周邊的 他對美國的企業影響太大 所以幾乎都是挺國之力 所以你千萬記住 所有政治力的干預 進入這個民航客機 非常正常 自古以來一直都如此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 這一次的這個東西 讓我看到兩個事情 一直我們說好多人來 好多人來 來鼓勵我們挺台 現在我才發現 原來他在挺新台幣 原來他是來 第一 他有所求 你要這樣 你要這樣 他要挺台幣 第二個 我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在舉辦一個國際會議 我邀請一個國際的教授到台灣來 你知道你基本的禮貌是什麼 你要付他的來回機票 你要在地的接送他的吃住 你是不是還要給他一筆車碼費 或是說他的這個研究報告費 所有這些來的這些 這麼多人 若一不覺得來的時候 第一 你可以想到說 原來他在挺台幣 好不好 要賣飛機 如果他沒有賣任何東西呢 你以為他就真的是挺台嗎 他沒有因為政府給了他一些 什麼的車碼費嗎 政府不給嗎 如果政府不給 完全不符合國際慣例 可是政府敢不敢講 那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這麼多人爭先恐怖 不然就不會中美角力 也拿航空公司來做籌碼了 這是第二個 這第一個讓我感覺到說 其實這些人來 記住他是挺新台幣 第二個就是讓我想到說 政府現在這麼的沒有自主性 如果以前一個美國醫院來說 你要買 那你總是要 我有我的程序 你知道1400億 你要經過評估會議 那個優缺點 然後最後千層 什麼什麼等等 哇 四個月就過了 你到軍中 我們站在看1400億的案子 四個月就過了 這讓我感覺到 我們的政府急了 你知道什麼叫急了 我們現在真的非常需要 美國的幫忙 我們的政府的自主性 越來越低了 幾乎美國要什麼 欲求欲求 這是真正才讓我擔心的事情 我們都沒有 內心碍進去 現在關掉了 在那個地方 我們到達到車子 我們到達到車子 我們會為了 我們到達到車子 我們到達了